另外一款估计可以留意的就是之前也提及过 是一款时代电器公布出来的业绩 做出来的业绩都可以做得不错 收入升到23%,归属公司的正利升到25% 这个水平 公布完业绩就弹回升到6.5% 穿一穿之前的高位,又有点点压力 为什么可以留意呢,看到本身的 伟交业务,以及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晶片的业务,其实真的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未来的需求,其实我相信那个电码会继续 特别在新能源车方面的电码 是会有一个不错的动力 而你出来的业绩,其实之前公布了一个形起 也跟大家说过 而你出来的公布业绩,其实亦是 确认得到这个向好的势头 所以整体上来说,如果你真的 再继续去在这些市况之下找一些股份 护一下业绩股,这只公布出来的业绩对板 然后你整体见到那个业务趋势和那个宏观环顶 其实都是支持得到公司的业务发展 不单只新兴的业务 而它本身最固有的那个 Core的业务,其实也有一个改善在 对于这个公司的前景来说,是可以 看好一些 在股价方面 这次抽完上去之后 希望它能够 走得再高一点 看看它能够上到 45元或是楼上先 初步目标 在下 又看着 它试过,就是它抽过 抽完上去,之后下来的支持 也是30元左右 也有一个水平 这个位置 就是31元 这个位置要低一点 30.9毫 你这次公布完月绩 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预期 假如它真的不似预期 大股价又调整下来 第1个位 如果风险成熟能力 不是那么高 要训练 它拨几个百分比较好 你会拨打扫 它可以有一个 更好的 测量 可能有10% 测量 但你不想拨打扫 可能是 10% 左右的水平 你用这个位置 去做一个 止损 RH35.68元 短期若果失狀 看看会否再试心一点 要试下RH31支持位 如果下来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一个 考虑一下吸纳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看看